学历一切知识 成就无量功德 以无碍会皆发落入 崇敏自立之心圆满 那么这个四句 以实力执着为首 因此实为入道之关键 你能不能入道 要从这下说 你说这多重要 今天我们修复 无论出家再家 不能够欺辱 就是因为有知识 最近 大概有二三十年了 我常常劝勉同学 也劝自己 放下自私自立 放下明文立 放下无欲六成 放下贪嗔痴慢 我到处都讲 逢人都劝 我讲得很老实 我说我讲这十六个字 你统统能放下 有没有入佛门 没入 我跟你说真话 我这十六字 是带你到佛的门口 没进去 进去 要用佛的标准 我的标准 不行 佛的标准是什么呢 破无中见惑 你就切入了 入什么境界呢 小臣粗苦 大臣粗心为菩萨 虽然是很浅 就小小圣 你可是圣人了 你不是犯覆了 你已经入佛境界了 刚刚入境界 很浅 但是是真的 不是假的 那么五种见惑的 头一个是神界 你要真高清楚 真高明白 神不胜火 那神不胜火 是什么呢 是我所有的 我所有 就像衣服一样 衣服不是我 是我所有的 要把身体 看成像衣服一样 金刚经 前半步说 四项 无我项 就是无神项 无人项 无众神项 无兽这项 这四项刚刚破 就是徐桃文 这金刚经上 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了 四项没破 没有入门呢 都在门外呀 第一个 第一个 神经破了 我只破了 我破了 我身破了 第二个 边境破了 边境是对立 两边 这个烦恼一破 你就能够以平等心 对一切众生 我们今天不能用平等心 对一切众生 是因为 有分别 有知足 下面是陈界 心如为主 主观观念 自以为是正确的 其实 全错了 见去见 古上的陈界 戒去见 因上的陈界 陈界 爱死 障碍我们开悟 障碍我们得定 所以 学历一切直处 是入道的关键 是入道的树柳 不能不认真学习 也不认真学习 我会认真学习 不认真学习 是许之内